Layu 聊世紀 天天天不清 大家好 我是Layu 今天來看Prolite對上西班牙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殺人地圖 軍閥3最近主賽是準備要來進入了 再過一兩天就有更多的比賽可以看 現在在休賽期間 我們來看一下Hera在5月31號的凌晨的時候 打了連續12個小時的天梯 我們就來看一下Hera這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OK 那這邊遇到對手是西班牙人Minchester Minchester也是有段時間沒有在我們平台上出現了 Minchester這邊是大約10點鐘方向 這個西班牙人 那西班牙人特色是每研發一個科技獲得20黃金 而且兵工廠科技不需要黃金 只需要肉就可以研發了 然後這邊這個地圖開久 要先把中間這個東西打掉 它可以把這個裡面的氧放出來 中間可以補一個模仿開始吃這個果汁 那西班牙人他的打法會比較偏向於走騎兵路線 跟西班牙政府者保兵路線 垃圾兵路線的話是全滿的 所以到中後期要打垃圾兵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那西班牙人打法會比較適合打這個直層路線 當然封建時代打肉馬騷擾路線也是ok的 但城堡時代盡量不要打騎士會比較好 畢竟西班牙政府者擁有更大的騷擾能力 那如果對方是一個戰毛怪的話 可能就要考慮一下要不要轉西班牙征服者 然後來看一下HERA這邊出生點位大約4點鐘方向 4點鐘方向HERA是藍方的波蘭人 波蘭的特色是大中原旁邊 每灑下一座農田都可以獲得 立即收成8%的食物 那以前是10%有稍微下修了一點點 波蘭人對我來說他也是全能型的文明 步兵騎兵工兵都能打 他的工兵也有拇指環 雖然沒有三級弓箭甲 但是以工兵的要求來說 只要有射程三級就基本上是能用的 波蘭人後期有火砲大通車 而且這個大落馬也可以獲得擴散傷害的效果 淫貫技術可以讓騎士只要30塊黃金 就可以生產出來 所以波蘭人算是一個轉兵很方便 想怎麼轉就怎麼轉 但確定就是什麼都要生 這個就是波蘭的大落點 因為他後期沒有火槍喔 遇到這種強力步兵單位時候的壓制 或是一些奇怪特殊打法 急需火槍的時候 波蘭人就一定要硬轉強弩 才有可能擋得住 不然就是要轉這個戰錘兵 那這些科技單位呢 都是要去慢慢升上去的 才可以拿來使用的 這算是波蘭後期的轉兵的落點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波蘭人對西巴人這個打法 很有可能波蘭人會走一個工兵路線 騎兵路線可能不會太快就拿出來用 因為騎兵路線太早上的話 很容易被犧牲給彈到懷疑人生 除非走這個 銀貫技術 貴族特權 才有可能造個大量的騎兵 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那以封建時代來說 兩兵應該還是要盡可能捕魚喔 畢竟前面這個捕魚的優勢喔 經濟是非常好的 好 封建時代上去 這邊是轉了一級伐木 要補馬舊嗎 OK沒有補馬舊 補了一個軍營 按了一艘火戰船 好 這一隻村民可能會被先生奪人 趕快拉回家 好 家裡補了馬舊 好 Hera這時候才開始慢慢挖金 好 戰船過來 防守一下 用漁船先坦住第一波的傷害 但是後方有兩隻村民可以幫忙敲這個火戰船 完蛋了 但是Hera不想讓對方敲 直接讓對方的火戰船到深海地區 再去拉回來 但是還是被修到了一下 戰船的血量越越少 哇 這個魚船還是被燒掉了一艘 第二艘戰船出來了 但這個槍兵在幫忙輸出 打了一些傷害 這個戰船的血量又被硬生生修了回來 我的天 Hera這一波有點炸裂 哇 最後這個戰船也沒有打贏 好 這裡再補了一艘自爆船 在這個碼頭裡面 家裡被槍兵騷擾一下 裡面補了一個馬舟 鏟了一隻刺猴 鏟了一隻刺猴 後面開始撒這個大中原 那其實波蘭人來說 他就算不捕魚喔 只靠這個大中原的這個經濟喔 效果也是非常好 也有人說波蘭人是一個陸地上的捕魚文明喔 他補的可能不是魚 是這個蔬菜 補田 瞬間補田能力 肉補得非常快喔 就算沒有海的圖喔 他的經濟就跟有海圖也差不多的感覺 好這個自爆船炸一下之後 兩艘火戰船再放出來繼續燒 這邊成功了反擊海戰回去 這裡兩艘漁船可能要大難臨頭了 Hera最後還是把海戰給打了回來 好這裡趕快先找漁船才對 不要趕快去燒這個碼頭 先燒漁船更重要 好現在肉馬出發了 四隻肉馬 開始去找 欸這個右邊也有漁船喔 Hera好像沒有注意到 好這邊開始在繞了 好這裡補了一個採礦林地 好三艘火戰船繼續燒這些碼頭 這個碼頭應該是放棄了 全力踩右邊的魚池 兩邊封建時代可能沒有大打出手的情況 應該要升到城堡時代之後 兩個大中原基本上就可以維持波蘭的肉量 升到城堡時代 稍微斷衝一下還可以直接到樹地喔 也不是太大的問題喔 波蘭的大中原的肉類或許喔 就是這麼的誇張阿 好肉馬終於發現了 哎唷果然右邊有在捕魚 西班牙人這邊生死在戰死裡 先40秒左右 好這個區域馬頭拿下來 趕快把這個戰性喔 看要不要右邊再補一個馬頭 這裡開始補一些漁船 補下經濟 好這波 房子要修一下 好肉馬在外面繞 好西班牙人家裡也是圍得好好的 好補了一個修道院跟城堡 好 好 HERA這邊是補下了城堡時代之後 開下了TC 好 3TC 左邊右邊各開一個 西班牙果然是深城堡時代 打了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那HERA這邊 被炸了一波 這裡一堆赤龍死在地上阿 HERA這邊是走了一波 落馬路線 還走了這個耕種技術 那這個耕種技術補下去 出起兵路線 要反制西針就會有點困了 哇這個自爆船 還是比較輕易的在海上開打 一打下去真的會被炸到頭破血流 好西針過來 直接對著生鋁一陣輸出 還好有神聖思想 這個血量沒有那麼容易被打倒 好 HERA這邊是決定要用西班牙征服者 使用生鋁去打西班牙征服者 看起來西班牙征服者是 要搭配一些輕騎兵去反擊三旅會更好 那西班牙這邊還是要趕快開TC 把這個經濟現在拉起來一下 西針趕快到處殺老 好這裡有頭抓了一村 第二村也拿下 這個有可能抓 招想到喔 哇果然被招到了 剛剛為了在偷點這隻村民 反正被招想到了一隻 這裡前程趕快補 好趕快補了 OK 剛剛那個情況要是有前程的話 可以扣個一村 還可以再拿下一隻經濟的優勢 這裡有點危險 西班牙征服者衝了進來 HERA被迫收村 三隻生鋁開始防守 3TC繼續農 好西班牙這邊有三隻肉 新騎兵要找個機會點一下 這三隻肉 HERA這邊三隻肉 也在那邊找 唉唷找到殘血了 不錯 最後還是找到了 好這裡漁船沒有捕 看起來是不放心這邊捕魚的狀況 好把下面這裡這個洞給補了起來 現在西班牙征服者在左邊一直繞 右車HERA這邊直接開到了4TC 這裡再補了一個新的大中原 有機會就開農 好這邊繼續招翔 下方招 招兩隻吸針 第三隻 只招了一隻不是兩隻喔 好這邊怎麼進來的呢 這裡這個洞沒有補嗎 哎呀 真的還沒有補 好 當然會來到這邊穩穩的農上去 57吋對66吋 村民處還是暫時領先了 這個僧侶還沒有斷著翔 被找到了一隻 釀了一下沒死 我們這隻吸針 打的姨媽換一隻 一換一 哇一隻僧侶換兩隻火槍 好不虧 這就是為什麼僧侶反擊西針喔 是很好用的 還有像馬彈車這類的單位喔 好清起兵出來之後就有點難受了 但這邊還好只是一個一般肉嘛 肉嘛還是要砍蠻多刀的 好中間補了一根城堡 這邊可以帶一些農田 讓僧侶開始從中間這個洞走出來 加強防守路線 但這裡又有西班牙征服者要走進來了 找想一下 西班牙征服者看到這情況往回拉走 有一隻肉麻直接衝到農田裡面 暴砍村民 HERA這邊看到收村 可能要被收掉了一村 好最後拿下 OK西班牙攻擊 這個弓兵鎧甲也補下了 我們弓兵鎧甲之後 待會就可以更穩定的 打下這些箭矢傷害了 這裡是城鎮中心的傷害 城堡可能是抵御不太了 這個城堡傷害太高了 好西班牙征服者 往前看到HERA這一波 第一時間沒有招翔 這裡可能要直接一波反擊了 哇最後 這麼多僧侶 只招翔到一隻西班牙征服者 這就是玩僧侶最大的 禁忌啊 只要一枚空 這個僧侶隨時都會被 收乾 這個黃禁就直接消失了 HERA這邊的黃禁量 已經足夠點帝王時代 但是沒有辦法 趕快點帝王 現在肉有點缺 繼續轉一些僧侶 西班牙人過來壓寶 好 西班牙人的建造速度 建造這些建築的速度 也是有市面最快的 天生就自帶30%的 蓋建築物的速度 但西式裔來說 是蓋防衛性建築 最快的文明 50% 所以西班牙人來說 也還不是蓋寶最快的文明 他只是有優勢而已 好 好 布蘭人這邊點下了帝王時代 3分鐘 等一下 自己有一根城堡 這邊可以考慮再補一根 手下自己正中間農田的位置 或是這個高地也行 但是 如果越往前補 後面就越危險 或是把這邊滴一滴 把城堡蓋這個位置呢 直接補在了農田正後方 都是可以考慮一下 好 布蘭這邊點下清奇兵的升級 西班牙家裡的狀況 看起來是很穩定 也是3TC正常龍 那這裡帝王時代 還需要一分半處的時間 才可以點下 好 Hera這邊想要蓋寶 結果被犧牲給逼退回去 突然想要蓋這個高地寶 好 有生旅的話 才有機會擋得住 找翔再找翔 繼續逼退 好 這裡買賣一波 西班牙人應該也是點帝王了 如果不買賣的話就要一分半 買賣之後一分內就點下了 好 這邊用著翔的氣增 解掉這些漁船 家裡的部分 被遛進來 先把這一波說春 海燒死春 哎呀 難受 香菇 這裡沒有城堡了 難受的地方就在這裡 沒有辦法 這裡趕快拉生旅防守一下 但下面這裡又要過來了 Hera有什麼策略 Hera 先轉出了清奇兵路線 生旅科技繼續補 轉出了神聖思想 不是 這個印刷技術 跟神權政治 就是增加生旅的招想的 簡單程度 操作方便就不會這麼複雜 操作方便就不會這麼複雜 好 巨型偷襲 一台出來了 好 先從村民宿來說 還是Hera這邊佔實力先 好 犧牲過來 著想 完蛋 只能招到一隻 現在有虔誠科技 對西班牙正負責來說 相當舒服 哇 直接變到懷疑人生 哇 這裡死傷慘重 已經死了24吋了 好 西班牙在正面的位置 高地部分也蓋起來了相當多的城堡 好 正前發 這裡要再補一下工程器製造所 待會要轉化學 轉火炮 好 攻擊1往前 好 後方這隻生侶 走到一半就倒地了 這裡一波 衝進來 生侶要倒 趕快收 居然活了下來 哇 Hera這個細節控得很好 放出來繼續招 結果火槍射過來 就選擇了收村 結果這裡 一隻 弱馬都沒死 不是弱馬 一隻吸陣都沒死 Hera要打贏這一坨火槍 最好的辦法 就是 慘戰毛兵 不然就是強奴 不然就是大量的重裝騎士 好 不管哪一個方向 都是需要大量經濟才能擋下 不然就是要繼續走生侶路線 好 現在Hera左右兩邊 都有繼續投資機被夾攻 但是收掉第一根城堡 下面這根城堡守不住 Hera這邊也是有火炮的文明 但是現在經濟 全部都投資在了清奇兵身上 現在西班牙征服者 開始射到無法無天 把Hera一個射到懷疑人生 清奇兵上前 算了二攻傷害 但是這個馬凱 真的是有夠硬 三級的弓箭甲 近戰防禦五點 這樣清奇兵打下只有四滴血 所以可以扛住非常多的傷害 血量全殘 完了 Hera正面的城堡 開始被擊潰 清奇兵上前 雖然也有抓到幾隻西針 等這根城堡沒有拿掉 真的是大傷 一定要找個機會把它拿起來才行 左邊這根城堡也被修到沒有石頭 Hera的石頭也來到了緊繃 一次蓋害多洞城堡 本來是想要增加劇情投石機的產量 結果現在變成 一個弱點 沒有石頭可以修城堡的弱點 城堡可能蓋害多洞也是有這個問題 好 上面補了一個新的城堡中心 想要守住這個石礦 那蓋TC要再消耗100石頭 西班牙這邊石頭又再歸零了 又歸零的情況下 就只能靠買 好 資源全靠買 再繼續買一波 Hera這邊也買石頭 兩邊都是瘋狂買石頭 買到自己家裡生活無法治理 哇這個經濟好炸裂 好慘烈 好後面補現農田 好吸增少量的數量 可以透過生旅慢慢著想搞定 OK 著想到了吸增 稍微盤擊一下 好正面巨型投石機 被Hera的新騎兵給解決掉了 現在正面的城堡暫時守住 右邊這根城堡 看來是有機會可以拿下了 這根巨型投石機 慢慢進攻 現在黃金要找個機會 點下大洛瑪的升級 因為大洛瑪點下去 傷害直接加2點 等於是3攻的傷害 難受 現在被砰到 非常難受 好後來洛瑪 繼續給壓力 現在木頭量有點少 洛瑪開始到處亂竄 開始抓西班牙村民 西班牙村民被抓掉很多隻 Hera這一波反打 村民稍微平衡了一下 121村對上118村 但是Hera這邊也是被擊殺了非常多村民 好正面的城堡終於搞定了 這裡總可以復根回去 安心回農 好這裡就可以開始打資源戰了 那以垃圾兵來說 我是比較看好波蘭這個文明的 因為畢竟這個大洛瑪 有這個擴散傷害效果 這個也是我最喜歡的文明 無盡大洛瑪 一直溜一直爽 好西班牙人先點下金罐還有槍兵 但是西班牙槍兵也是全滿狀態 這一波波蘭人該怎麼反擊呢 先把黃金給穩定下來 這塊黃金跟這個石頭 能夠拿下來的話最好 好 這裡來台具行頭司機 想要把左邊這個地區給拿下 右邊這個地方趕快蓋城市中心 穩定一下區域 好但是對手大槍兵有動作了 現在Hera只有落馬的情況下是打不贏 大槍兵了 但是落馬直接溜到了後方 看來又可以賺到一波紅利了 騷擾紅利 開始出現 但是這裡槍兵防守一直做得不錯 到處都有槍兵喔 好正面直接衝到了城堡面前 巨型頭司機正面穩穩的輸出 看到了落蛋生魚 拿了一隻吸針去解決 對 右邊的城堡中心蓋不起來 死了非常多村民 Hera的村民宿 又下降到了一百二十八村 好打落馬再一次過來 村民宿再一次往下啦 哇這一波 肉馬做出很多傷害 雖然沒有三攻 但是這邊扛著城堡傷害的關係 吸針數量掉得很快 好 Hera三攻補下了 我們也在著想 哇這個陰招 躲一下 修理一下 哇沒有修回來太可惜了 西班人這邊成功拿下巨型頭司機 左邊的攻勢 稍微被暫緩了 好 終於補了三攻的肉馬 待會反擊槍兵能力就會稍微好一點了 肉馬繼續亂竄 後面這裡竄 這裡也在竄 但是農田裡還是有更多的槍兵在防守 左邊這裡也在竄 Hera的多線進攻 開始出現了效果 好現在農田來到了極限 87片田不能再多了嗎 哇來到90片田了 到處都是大中原 OK 大羅馬找個機會點 但是大羅馬很貴啊 800黃金 Hera現在要把所有的黃金 投資在大羅馬身上會比較好 但是現在還要偶爾按一下 巨型頭司機的生產 黃金有點吃緊 好清奇兵傷害來到7加4 11點傷害 好這隻一帶補了一些生女 繼續招下後方7增 7增 7增以上前就是對著後方生女一陣爆 一陣開槍啊 西班牙這邊也開始轉出肉馬 馬卡慢慢提升 3級攻先點 增加一下槍不定威力 喔這裡買賣一波 換了300石頭 換了300黃金 終於點大羅馬的升級了 OK無盡大羅馬 Hera會怎麼打呢 好戰線慢慢補齊 大羅馬等等就要變身 9加413點的傷害啊 這個傷害值 只是比瑪麗的飄悍級兵還要少一點傷害而已 但是擁有擴散傷害效果 本質上就是瑪麗的飄悍精神 好9加413點的可怕傷害 血量還100滴血 比瑪麗的肉馬還多了10滴血量 這是我認為最強的肉馬文明 波馬波蘭來了 但是槍兵戳得還是很痛 三槍一隻肉馬 Hera這裡可能要思考一下金罐 是不是該點下 還是要點個銀罐呢 槍兵這邊防守得很漂亮 明確實這邊防守做得還是蠻到位的 到地圖上都是一隻槍兵在走動防守 家裡這邊有一隻槍兵 都可以即時做防守動作 這裡有一隻在走 都少量槍兵在防守 Hera這邊決定轉個化學三級射 要走戰毛兵了嗎 目前走戰毛的話 西班牙征服者跟槍兵都能打 這邊先轉大量的槍兵 似乎是不錯的選項 但是肉可能會有點過殘 木頭會不太夠 現在要轉射箭場會比較吃力一點 好當然這裡有少量的奇珍 在後面幫忙開槍 打下正前放槍兵 明確實直接轉出了遊俠升級 而不是走肉馬 感覺遊俠很有料 好中午點了金罐 Hera這邊金罐補下 大肉馬的升級中午來到了巔峰 比瑪麗的飄漢精神還要更強大的肉馬來了 OK 金罐研發好 開始有擴散傷害效果了 寒聰明血量掉非常快 好 直接踩過去 左邊這個城堡還是沒有拿下 工程還在繼續 Hera這邊指揮官 還在高地這邊附近做防守 勝率還有七隻 肉馬幾點 繼續射帶了中央點 但西班牙的遊俠一出來 可能情況就有改變了 好 西班牙要結束這場比賽 終究還是要靠遊俠 那能不能趁遊俠出來之前 就先把波蘭給搞定呢 原本波蘭其實是一個很怕遊俠的文明 因為他沒有大起兵 只有重裝長槍兵 基本上打遊俠就只能靠自己的戰錘兵 配槍兵 或是配重裝騎士數量擬壓 或是靠僧侶 OK 西班牙人這裡是繼續槍兵防守 防得很好 攔截了更多的大肉馬 這一波槍兵過來 看到了看到了 又戳掉了一隻肉馬 右邊蓋寶 人有機會蓋起來嗎 還有80% 遊俠緊追在後 村民all in一波 應該是能蓋起來 只是要死一些村民 好 蓋好城堡 這裡的區域要開始慢慢防守下來 好 這裡直接硬吃 把這些槍兵給吃掉 大肉馬有 精冠技術之後 打槍兵的傷害 效率就很好 這裡有少量遊俠 被HERA給召強到 這裡波蘭有遊俠 算是某種世界習慣了 三攻三防球俠 看起來就是強 好 但是右邊的主攻部隊 已經深入到了波蘭的 內陸核心 經濟有點炸裂 但是西班牙也不煌多浪 經濟也是開始有點糟糕 好 趕快來邪洛馬 過來擋一下 但是有點難擋喔 這邊還要把村民放出去 好 遊俠上前 想要直接收掉巨型投司機 有機會嗎 4-7 哇 沒有辦法 好 這邊右側的遊俠 配西陣的 部隊開始慢慢撤退了 邊打邊撤退 並沒有完全撤退 好 正面再圍了一些大石牆 準備要來防守正面的路線 還好HERA這裡沒有即時轉出 戰毛兵之類的 遊俠一出來 一堆戰毛的話 就打不贏了 因為這個戰毛兵太吃人口 好 這邊福壽羅 繼續鏟 大龍馬一直吃一直爽 哇 好舒服好舒服 抓了大量的村民 兩邊村民死傷樹都來到了破百 OK 好 遊俠稍微扛住 但是打一打 遊俠的血量也殘掉了 好 正面這裡猛攻 兩台巨型投司機 能拿下 HERA就應該穩了 這樣要讓西班牙人 喪失反擊能力 進攻能力也會消失 大龍馬努力一點 但是拿不下來嗎 第二波衝 直接往後衝了吧 但是怕正面會崩潰 選擇了往後反擊 用生女幫忙進行夾擊 但巨型投司機 還是被西班牙的巨頭 給反擊了回去 哇 結果變成HERA沒有進攻能力 好 這一波再次上前 正面部隊全倒 槍兵數量不夠 洛馬再次擊毀了 大量的 呈現槍兵陣 遊俠趕快急忙趕到正中間的戰線 正中間的戰線 能守得住嗎 後面又有勝率防守 遊俠不能隨意衝鋒 哇 又被著想到了一隻遊俠 這邊Minchester 大家出了拒絕 我們恭喜 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這場比賽 雖然不是軍閥山正式比賽 但是卻打得很精彩 不亞於正式比賽內的精彩程度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HERA拿到資源上勝利 食物整整贏了2萬資源 這就是世紀立國裡面 財食物最猛的文明 一直財一直爽 食物贏 但是其他資源都輸 但是是小輸 黃金是輸很多 那這個文明本來就是 不怎麼吃精的文明 除非你走 攻兵或馬攻火炮路線 可能就會黃金吃的 再更多一些 那HERA這波刺 打了非常多的落馬 448落馬 把這個落馬的價值 打到最高極致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也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jo 下次見 ==都有感覺